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现实中或是想象中的危险时 产生了一种紧张的情绪反应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 没有恐惧就不会有人的情态 我们都有过恐惧的经验 这很正常 是自我保护的好迹象 然而当这个原本保护我们免于受伤的情绪 让我们毫无道理地害怕某样事物 变得不可理喻 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 如绑住双脚的大石约束了我们的行动 那么恐惧就变成一种有毒的情绪 强烈操控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辈子都无法战胜自己 今天小万就来为大家揭秘 为什么我们会恐惧 让你变得不再恐惧 心理治疗师利维博士曾如此定义这种感觉 感受到威胁时 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没有资源解决 便会产生忧虑 无脑的感觉 例如大部分人对于 以每小时300公里的车速前进这件事都觉得很害怕 但一级封城市的赛车手就不会 恐惧循环的四个阶段 恐惧是可以自我喂养的情绪 会不断循环 因此了解恐惧的循环之后 我们便能获得资源 以正确的方式面对他 也可以帮助那些正受恐惧所苦的人 例如一位父亲因为害怕小狗杀害自己的孩子 便斥责跟狗玩的儿子 害怕孩子在同学家发生意外 便不让小孩出门 害怕孩子在户外活动中受伤 便禁止小孩去尝试 父亲不断阻止 只会增加孩子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全感 因此这位父亲是最需要知道恐惧的循环 是如所运作的人 小时候父母会告急我们 小心点 却不说试试看 找出恐惧的源头 了解恐惧循环的四个阶段 然后在上面下功夫 我们才能准备好战胜恐惧 领低 第一阶段 过度的想象 面对某个情境 恐惧的循环会被过度夸张的想象启动 一旦开始想象最糟糕的状况 我们就进入了恐惧的循环 有人称之为末日征头群 面对我们认为会变得很糟糕的状况 我们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不断地说大灾难要发生了 一切都因我们允许脑袋胡思乱想而起 比方说假如一个不曾在公众场所发言的人 被要求上台讲话 光是想到必须立刻上台这件事 就会在他脑子里启动上百个声音 让这一刻变得很痛苦 在他的想象中 这些声音会对他说 大家一定会笑我 我一定说不出话来 忘辞了怎么办 脑袋一片空白怎么办 大家觉得很无聊怎么办 我们就是这样被恐惧弄得动弹不得 看到天空下起了毛毛雨 我们会觉得这是台风来临的前兆 面对问题只想象最糟糕的状况 我们就陷入了恐惧的循环 02 第二阶段 恐惧开始反馈 过度的想象开启恐惧的情绪 恐惧从此发芽 壮大 意思就是当我们开始说 我上台讲话会忘词 太丢脸了 这个热腾腾 由自己包装好送出去的思绪 便会引发恐惧 接着恐惧会开始反馈 自此你不再只是觉得太丢脸了 还会一直往黑暗的洞穴走去 大家会笑我 虚我下台 我会变成众人眼里可笑的对象 所有听众都会暗自窃笑 根本没人会听我说话 到了这个阶段 恐惧会开启更多对于现实的负面认知 开始扭曲事实 你的身体也会感受到恐惧 于是你行动并缓慢 声音并尖锐 神经兮兮 心跳加速 额头与掌心都会出汗 而这些症状 这些身体反应 实际上只是在实现你一开始认为会发生的事 我们之所以不想冒险是因为害怕未知 但事实上我们不是害怕未知 是害怕失去已知 03 第三阶段 恐惧 不是让你动弹不得 就是让你加速失败 恐惧如何让我们动弹不得 一个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人碰到需要发言的状况时 就会开始想象最坏的情景 而且恐惧的程度会大到限制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他必须开口讲话时 会发现自己哑人失声半句话都说不出口 恐惧就是这样让我们动弹不得 那么恐惧为何会让我们加速失败 因为恐惧会让人朝着相反方向前进 用狮子与他的猎物来解释 在追赶猎物之前 狮子一定先吼叫 因为他的怒吼可以发挥两种作用 让猎物吓得软脚 好让他一口吃掉 或是让猎物害怕的往反方向跑 也就是朝着母狮子的嘴里跑去 这让人想起害怕的时候 我们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举动 请看看这样的例子 如果害怕夜晚你会采取什么行动 你会用棉被蒙住自己 想象自己待在坚固的堡垒之中 可是你试着看过床底下吗 没有 为什么不敢 因为如果真的有人躲在床底下该怎么办 你不正视自己的想法 却用各种方式告诉自己床底下有人 你曾打开衣橱看看里头有躲人吗 没有 你不去查看 内心却坚信有个人躲在里头 这听起来不是很可笑吗 然而当我们的心深受恐惧控制时 便会做出这类愚蠢的行为 零四 第四阶段 第一个记忆 过度想象让我们恐惧 而恐惧会让人动弹不得 或是往错误的方向加速前进 而这样的感觉会一直留在心里 形成我们的第一个记忆 之后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 第一个记忆就会让我们 踩刹车或加速失败 这就是所谓的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如果你的恐惧来自生意失败 那么面对新的机会 你的第一个记忆便会上场 告诉你 这个机会虽然很好 但也可能被骗 日子会很难过 万事都要小心 嗯 就算这次不会被骗 或者假如你曾经在感情上受挫 那么这个不好的经验 或许会成为你的第一个记忆 在你接近异性时浮上心头 恐惧所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让你看不见新的事物 看不见前方更好的人 更好的生意 更好的机会 恐惧蒙蔽了你的心智与判断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 从各个角度攻击它 只要别在意让你动弹不得的想法 喂养自己的恐惧 你就有力量停止有害的恐惧循环 让生命在欢乐与希望中成长 从现在开始 以正面的方式运用想象力 观想你希望在生命中达成了一切 那么你就不会再是恐惧的努力 不暂首牵制 记住 人会变成自己想象的模样 我们的想法雕塑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请选择想象自己是一个挣脱了所有恐惧的人 写下自己的恐惧 处理它 小时候我们可能害怕特定的人 事 物 但长大之后有些恐惧会消失 有些却依然留在心里 甚至可能变本加厉 想要将恐惧抛在脑后疗愈自尊 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的恐惧 处理它 你以前或现在对于什么样的人事物感到恐惧 某个家人 失去所爱的人 在家里遭受攻击 打飞机 被炒鱿鱼 被另一半抛弃 不被爱 死亡 受苦 年老 失败 每个人的恐惧清单都不一样 也可以无止尽地写下去 然而问题不在我们害怕多少东西 而是我们因为害怕而看不见多少能解 例如因为太害怕家里被闯空门 所以外出看电影或吃大餐 都无法专心享受过程 因为太害怕被抛弃 所以不敢跟人维持场景的关系 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变得快乐 就算尚未做好准备 也别再因为一件可能发生 却尚未真的发生的事感到痛苦 以至于低下头来 不去看前方的景色 丧失了妄想梦想的勇气 好了 通过今天的内容 你是否对恐惧有了更新的认识呢 做个大无畏的修行人 真的很重要 因为来到世上时 我们双手握拳 因为我们什么也没带来 死的时候我们两手地摊 因为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